生命的成长是在于不断地跨越 愿跨越的人生成为你每天生活的动力 缺乏 孤单其实是因为一个人缺乏生命的焦点 这是为什么一个没有计划的日子 一定会带来孤单的感觉 一个没有专注点的人生 也一定会充满疲乏困倦的感觉 你的生命需要一种专注力 这个专注力就能带给你生命当中 突破环境的力量 就像镭射光一样 镭射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突破能力 就因为它在焦点上的专注力 在圣经中 耶稣是一个生命有专注力的人 他来就是要完成天父的旨意 甚至在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 他也是祷告说 天父是要造你的旨意 不是造我的旨意 这个生命的专注力 就带给他有突破环境的能力 使他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中 完成了神的救恩 保罗也是一个生命有专注力的人 他说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为要得到神的奖赏 虽然他一生中有许多事在发生 但他只专注在一件事上 那就是要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事 所以后来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 他能够说 那当跑的路 我已跑完了 今天在你生命当中 有专注的焦点吗 如果没有 你应当求神给你智慧 来看见人生的目标 如果有 你就应当专注在你的目标上 竭力向前奔跑 愿上帝祝福你